今天再给香港独有的金融分析和见解 是独有的 如果你在哪里听到我今集所说的 特别在周末前出是需要老金思考 周末时间多些 特朗普发起贸易战还大声说贸易战一定赢 很容易赢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目了然只是盘数 如果我是美国入超 你中国出超给我 很明显就是你不对我对 每个人都说是你应该做的 是一个一定要解决的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他说很容易赢 美国赢硬的差不多 但我不知他知不知 又或者他知而诈底不知 而在取考 因为我这一辑就是告诉你们 特朗普评论 特朗普评论全世界 因为今集告诉你们 特朗普不止评论全世界 因为美国对全世界根本没有入超 没有贸易赤字 还有可能是出超是盈遇 我以为他有够说 我们只是看他的账簿 首先任何章项你们听过的 External Imbalance 对外的不平行象 或者是绝对反映Domestic Imbalance 即是国内的不平行象 很容易 一个国家买出给他 他买入 大家都看到谁是赚钱 谁是输钱 总之花费出去 他们就当输钱 所以对外的仗不平行 即是这方花费比收入大 即是美国在货物交易上买入多于卖出 就是这麽简单 解决方法只有一个 就不是贸易战 而是向消费者 和中国买入货品的人 和外国买入货品的人加税 而不是加卖出货物给你的关税 当然很难这样做法 香港也不可以说 你们经常跟日本买多 你们喜欢的东西 我加你税 可以吗? 但不得之中 川普反其道而行 向消费者大幅减税 全民减税 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但又反向卖货给他们的人民 施重关税 正是大幅和消费者减税 谁人都知道 会使得国内不平衡仗 就更加不平衡 从而产生赤字 贸易战根本是解决不了贸易赤字 先讲到这个原理 现在才入题 为何我说特朗普欺骗了我们 根本美国完全没有贸易赤字 仍是盈余 真是没有人说过 在这个节目还够胆说出来 老板会炒我 如果我说错了 你会立即说何保佑刚说 根本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做账 根本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做政治 根本我都不明白什么叫做什么 是 但我就可以说 我是有权说 这是叫做无间道 美国整本贸易账簿 清清楚楚打明 跟中国、欧洲、日本、哪里都好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贸易赤字 而美国什么差事 全球都相信 你看看那些评语栏 只要我一说 关于什么物物物 很多人已经帮着美国 有些当然相信美国 想相信中国吗 中国一定信不过 信他一成都想有目失明 我真的见过这句 好 不要紧 首先 美国那本单纯贸易账 是全部的账项 是有形实体的货物 例如钢 要整条钢运进去 铝、电器、洗衣机 要运进去的太阳能板 全都是实物 农产品也好 食物也好 所有东西都是实物 成只猪 你看得到的 有形的 有形有状的实体货物 简称在英文 goods goods 在账簿上加上 有形物体 赤字很大数 大条道理 你知不知 特朗普哥 根本是 没有人说他不正 如同小孩说故事 once upon a time 从前 一国和另一国的贸易数据 都纯粹是实物货物 逐见计 逐样计 入账 便变成凝余和赤字 很容易计计 出关入关 由飞机、船、陆地 在关口报关 数据便入账 很容易计计 非常单纯 不用是accountant 尤其是现在有电脑 根据以上 美国2017年9月 去年年底 录出赤字是789 billion 即7,890亿 相当于GDP4% 这是去年 去到9月 但问题是出在这里 当今之势 出入口不仅是实物货物 服务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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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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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 有Telecommunication电讯服务 有Transport交通 有Insurance 只有一张纸 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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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有些是半模型 有些是全模型 有些是和以上的模型和友营混合在一起 同期以上这些模型进帐出口到全球 由美国收入大约242亿 2420亿 只是说这些 我待会还可以说 换句话说 若加上以上有盈赤字7,890亿 加上赤字只有5,470亿 不是说这麽紧要 相等GDP是2.8% 刚才是相等4% 还有一个惊人发现 这令到他有盈余 是有盈佛物的赤字和无形服务性的盈余 如果两个双减了 原来对加拿大是有盈余的 是没有赤字不但由赤字变盈余的 为何你现在明白 他临到尾 终于有人提点他 他就把加拿大免余了 如果你们再研究清楚 会否去免那些国家 除了是邦交的关系之外 根本上他怕日日被人踢爆 根本上是盈余 不是赤字 所以他就速速豁免了那些国家 这是我估计的 还有更高深的分析 1999年到2017年这18年之间 美国的Korone account账字很厉害 9.4万亿美元 先说1999年那些 既然账簿有赤字 是否应有利息计算 但不是 他们计算完利息和股息 竟然是收入 收入11亿美元 不需要付出利息 赤字 9万多亿 那本国库计算是否应有利息支出 没有 还是收入 奇怪 若将这单110亿美元的利息 或者是股息的收入 将它化成 本金是多少 资产是多少 有资产才可以收息 资产是相等于 12750亿的资产 275B 如果是用4厘来计算 4厘 是正确的 如果以美国平衡 9万4千亿美元来计算 以4厘 美国应该付出 3,610亿美元 并不需要付出 资产 不需要付出 还有收入 那笔收入是 2,008亿的进账 并不是付出利息 而是收入利息 换句话说 借钱不用付出 3,620亿美元 还有2,008亿的进账 两笔加起来 即是美国有进账5,720亿 竟然9万多亿的资产 有收入进账5,720亿 这个收入是由哪里来呢 若将它化为一笔资产 又是用4来计算 相当于一单5万2千亿的资产 相当于一笔无形的资产 5万2千亿的资产 而不是由赤字走出来 为何会这样呢 即是说来来回回 原本9万多亿的资产 现在竟然是有收入 而是显示出 是有一单无形的资产 是5千多亿 即是来回5万多亿 5万多亿加9万多亿 那个相差是14万亿 阿哥 真是厉害了 这些赤字 赤字得过 而这14万亿 是相当国民生产总值 GDP的73% 根据研究 以上这些无形货物 从美国输出 你猜是透过什么公司呢 Amazon Apple Facebook Google Hollywood Hollywood Uber 所有这些 以上这些货物的输出 是有实物的 好像我把这个视频寄给无间道一样 收回钱 那些是实物 但 在内面有属于实物 有属于半模型 有属于完全模型 又有服务和友营 混合在一起 是知识技术的输出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难怪特朗普 那么紧张 说中国偷他们的知识产权 如果 如果美国原来 不声不声 没有人知道 如果我今天不说 不是很多人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发达也没有人知道 现在 Korlouye 就来中国 又会有 而且分分钟已经有了 所以说 他这么紧张 被人偷 原来是有理由的 美国根本在贸易上 是 没有赤字 还是盈余 还是很大的盈余 73%GDP 14万亿的盈余 特朗普 你骗人 记住 今天 4月13日 黑色星期五 有个人叫何宝 踢爆了你 趣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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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